各位觀眾,大家好,是我Derek Sir 現在是2019年11月3日,星期日,晚上10點 今天拍這條片,其實最主要是勸一些理性的香港人 不要在一些現場上和一些跟你政見不同的人 有任何的衝突 不要成為一些有心的傳媒主角 你避開他,不要發脾氣 不要做任何衝擊的事 安安靜靜,這樣離開 為什麼要這樣做? 我知道大家可能看到很多很不開心的事 或者看到他們在造假,在騷擾其他人 但是你走開,你等防暴警察過來 去幫你解決你現在發生的事 或者靜靜地躲在某個地方去報警 安全的情況之下去報警 告訴警方知道,現在這個地區有發生這件事 我們做人做事,最重要的是冷靜,觀察,思考和判斷 我們千萬不要去想當去和其他人進行任何的衝擊 不要成為傳媒裡面的主角 你一定是會被他們污衊 去說你是一個怎樣的人 你請一時之快 然後後來的結果就是 你會帶來更加多的麻煩 這個是我們沒有什麼必要去面對的事 也不要上那些人的檔 因為他故意會挑釁你 令到你做出一些不理智的事 這樣才可以製造新聞,製造話題 所以警察會跟你說 叫你離開現場 不要在現場上 因為現場的情況是非常之危險的 你不知道其他人會對你做些什麼 所以安靜地離開 笑笑口不要跟他們爭辯 就好像我有一集曾經說過 馬克套溫說過一句話 絕對不要跟愚蠢的人爭論 他們會將你拖到跟他們一樣的水平 然後回擊你 現在甚至是羞辱你 所以你的理性一定要存在 當你維持著理性 走開了回去思考一下 我應該怎樣面對 這樣做法才對你是最好最好的建議 如果你貿貿然跟他們去衝突 而又貿貿然跟他們打鬥 相爭,扭打一團 最開心的是那些所謂的記者 而不是真正的記者 他們會把你的影片放上網 然後給大家去看 去恥笑你 甚至是欲守你 所以我期望 所有的香港人 理性的香港人 冷靜一點 去看清楚整件事 然後維持著自己一個相對客觀 相對理性的狀態 去評論去看這件事 有很多的渠道 其實我們可以表達出自己的一些想法 和看法 也有很多渠道 可以令到香港人知道 我們這一班是理性的香港人 和一些非理性的香港人 作出一個切割 對你來說 其實是一件好事 而且 下個月 已經是11月24日 在區議會選舉 平平靜靜的 不要挑起時端 讓所有事情 我們用選票去決定 我們的選擇是怎樣 我們都希望在這段時間裡 少衝擊 雖然衝擊的規模不是很大 但是這些衝擊 其實對所有人來說 都不是一件好事 當大家 沒有辦法冷靜下來 而去面對 很多和你政見不同的人的說法 你少少口 走開就算了 如果他騷擾你 騷擾得很嚴重的時候 你也就離開 甚至你可以報警 當你這樣處理 你會發覺到 很多時候 沒有新聞 就是好的新聞 No News is Good News 在這裏 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這個 簡單的看法 現在時間到這個位置 多謝大家